各位,上次林仙怡穿了一套普通人家的衣服,在街上返回入屋,阿菲就立刻问他,李尘欢那边的消息怎样,林仙怡就叹了一口气,拎下头,阿菲就说,唉,那些和尚,还不肯放李尘欢呢? 林仙怡说,唉,少林子的作风,一向很稳健的,无论做什么,都要观察一排先,绝不肯轻举妄动,宁可不做,也不肯做错 哦,但是,他们等了六七日的了哦,或者,他们还不肯相信,杀张圣奇的人是梅花财啦,因为梅花财作案,一向是连着来的,不会做一次就停手的 是吗?是吗?他们怎么都有相信的时候,我一定要他们相信 林仙怡听见阿菲这么说,又要拿回墙上高那顿烂箭帽来戴,就叫阿菲跟着他,去杀第二个对象啦 黄昏过后,雪已经溶化啦,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借着一般老百姓的装束,所以街上没什么人注意他们 走着走着,林仙怡忽然指着一家当铺就说了,你看看那块招牌 那这家当铺就很大间,客底金字的招牌上面写着,新记当铺 阿菲说,那块招牌有什么情况啊?林仙怡没有回答他 又走了七百间铺之后,又只指着一家酒楼上高那块招牌,叫阿菲再看 那这家酒楼的生意就认真好,在路上就可以听到里头的获铲声啊 两层楼全部坐满人客,客底金字招牌上高写着的是 新记藏元楼,哼,这次阿菲免是问啊,因为他已经发现 对面有一家丝绸店铺,那块招牌又是写着新记老睡牆 那样,省里头比较热闹的地区就只有三条街 在这三条街里,每隔五六间店铺就有一家挂着新记金字招牌的 凡是挂着新记招牌的店铺,生意就做得特别大 阿菲就说了,这些店铺全部都是一个人开的 林仙怡说 嗯,全部都是新老三一个人开的 现在我们还要去哪里啊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阿菲本来就不喜欢多问的人来,他都免得再问啊 跟着林仙怡走啊,走啊,走啊,出到郊外 不止灯火疏落了,连人声都听不到 一下子从最热闹的地方,走到最荒凉的地方 任何人都笑不免有种凄凉消瘦的感觉 知有时候,这又是一种享受来的 看着眼前一片凶狂,阿菲出力吸了两口气,心胸即时开朗了,天地好像完全是属于他一样 林仙怡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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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在他身边 没打杆他 忽然间 夜空中闪出一道流星 咦,你看,小飞,流星啊 阿飞就说了 你去了愿吗? 林仙尔嘟长嘴 嗯,流星一眨眼就过了 哪里有人去得切愿呢 嗯,除非他一早就知道会有流星出现了 但是又有谁会知道流星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看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就算骗人 知他会令人产生很多美丽的幻想 永远带着他 一个人如果能够永远带着一份美丽的希望 那都是一件好事来啊 啊,我真的想不到 你都知道这种传说啊 阿飞眼望远方 远方的流星组已经消逝了 他眼神到流露出一丝淒凉悲伤的意思 慢慢地说了 这种传说 我很小时候就知道了 林仙怡含情默默地望着他 嗯,你当然又想起娘了 是不是他告诉你知道的呢 阿飞没出声 忽然间大步走开 晚风中隐约传来一阵耕鼓声 已经是易耕了 乌云卷起 露出半轮明远 阿飞忽然发觉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庄园 越走过去 反而越看不清楚 因为这庄园的围场实在是太高了 隔断了他的视线 林仙怡恶高头望着墙头 哇,那庄园这么高啊 不知道有没有三丈呢 差不多了 你跳不跳得过去呢 世上没有人跳得过三丈高的墙 如果一定要进去 还是有法子的 林仙怡想了一下 跟着墙脚就走了几步 另转头告诉阿飞知 这里就是新老三家了 原来阿飞听了林仙怡说 梅花策作案要连续来的 所以他现在就要密释 另一个落手的对象 林仙怡提供的对象 是大生意老新老三 但是阿飞就不想向 掃生意的人埋手 只见林仙怡就说了 我知道 你不想向生意人落手嘛 不过生意人都有很多种的 那新老三是属哪一种啊 最不规矩的那种啊 你想想 那 规矩的生意人 怎么会在同一个城里 同一条街里 开十几间店铺的 规矩的生意人 家里又怎么会建这么高的围场啊 围场起得高 没错的 铺头开得多 又不犯法的 墙起得高 是造贾心虚 派人报复 铺头开得多 是因为他会抢 抢 哼 告诉你 告诉你 新家本来很大族人的 上那代已经有五房人 到了这一代 唐兄唐弟 加一加有十六个那么多 十六个兄弟 开四十几间店铺 哦 那算了 一人才得三间铺头到 不算多啊 但是现在四十几间铺头 全部是新老三一个人哦 为什么啊 因为他那十五个兄弟 咸咸咸入棺材咯 哦 那十五个人 是怎么死的呢 据说 是病死哦 知究竟是怎么死的 没人知道 那些人只是奇怪 平时身体没事好好的十五个人 怎么会在两三年之间 咸咸咸死得这么干净 就好像中了瘟疫一样 而那个新老三 就连一点点病痛都没有 阿飞恶高头 似乎在那里计算着 那一半墙有多高了 随便说了一句话 我明晚来找新老三一样 今晚 阿飞手脚并用 好像壁虎那样爬上了高墙 不过他用的不是壁虎游墙的功夫 他甚至没有听过这种功夫 他只是用铁这么硬的手 划着墙墙 立即一蹬 个人就好灵巧地爬上去 与其说他像只壁虎 倒不如说他像只在山壁上攀越的园后 爬上墙头 就可以看到一片很大的园林 同一层层房屋 这阵时的人多数都关灯 睡着觉 这么大座庄园 就剩下寥寥几点灯火 林仙怡是个好能干的女人 也是个很好的帮手 她已经预早就买通了新家一个仆人 帮她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地图 哪算是大厅 哪算是下房 哪算是新老三的枕室 这张地图画得非常详细清楚 所以阿飞很容易就找到新老三了 新老三还没曾睡觉 屋里头还穿着灯 这个精明的生意佬头发都白了 这时还在灯底下打算盘 清算着一日的帐目 她打算盘又不是几快 因为那些手指很短很挖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双手 实是练过铁砂掌一女的外门功夫 而且练得相当火候 阿飞突然推开枪 一跳跳就入屋 新老三本来的人都不是反应迟钝的 只要她刚刚发觉枪口响了一下 阿飞就已经在她面前了 哇 她从未想到一个人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当堂被吓了跳 眼光光 坐在矮里里里里里里不识动 阿飞问她 你就是新老三 新老三就猛地摁头 好像除了摁头之外就什么事都不识做了 她一身的武功 这阵时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飞说 新老三 你知不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 新老三还一味不停地摁头 阿飞就说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迷新老三就不再摁头了 就猛地摁头 在这个生死关头 她居然连一些挣扎求生的意思都没有 那不止没有反抗 还完全想逃避 阿飞把剑拔了出来 就在这剎那之间 阿飞的心突然间觉得有一种不长的警笑 这些本来是野兽独具的本能来的 就好像一只兔子突然发觉有恶狼在暗中吐住 虽然她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更加没有看到那只狼的影子 阿飞不敢再想 一剑刺出 剑锅像流星那样似在新老三的胸口 只听见叮声 火星四箭 这一剑竟然好像似在钢板那样 哎呀 原来新老三的胸口那样 藏起了一块钢板 一劍刺出 新老三整个人一滚就滚了到桌子底 阿飞立刻凌空飞起 他知道已经遇险了 想快点走人 但是迟了 就在这阵时 在屋顶里 砰了一堂大网下来 这堂网呢 刚刚和一间屋一样那么大小 只要在屋里头的人 无论谁都没办法走得掉 阿飞一跳起身 就被网网住了 啵声 他被网纳一够就跌了落地 接着有两条人影 好像飞鸟那样飞到网上 一人拿条长军 点了阿飞八九大月倒 这两个人 一个是灰袍白蜜 撩撩高高的和尚 面色黄琴琴 整个病坏那样 眼中竟竟竟有神 另一个就 韩韩细细乱无勾鼻 他两个人出手快如闪电 正是少林子的森监大师 和平湖白晓生 新老三就已经不在桌底了 那就不用问阿桂 桌底又另有地道走了 这一切根本就有个陷阱 阿飞被人决了 这阵时只见白晓生 好得气地说了 哈哈哈哈 我早就计准了你要来这里了 你服务了 到了这个时候 阿飞没出声 亦免是问 你们怎么会计准我来医术呢 他看出来的东西 凶凶动动 好像突然间没了思想 他是不可以想 还是不愿意想 还是不忍心想 听见白晓生又说了 哈哈哈哈 年轻人 我知道你是李尘欢的老友 为了要救李尘欢 才冒充梅花财的 阿飞就大声说了 我就是梅花财 需要冒充啊 我不懂得李尘欢 啊 不懂得李尘欢 森监师兄 他说他就是梅花财 你信不信啊 那个森监和尚就说 不信 那 阿飞就说了 哼哼 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梅花财 有什么证明到啊 白晓生说了 啊 那是是几难证明的 呃 森监师兄啊 你记不记得轰天雷 是死在哪个手上的啊 啊 森监和尚说 梅花财咯 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怎么死 他私心度呢 是就是有梅花标指 不过致命伤是在原基月道道 啊 那照这么说 梅花财呀实是个点月高手啦 没错啦 没错啦 白晓生问完森监呢 灵转身就对阿飞话啦 年轻仔 那 只要你说出我们先头点你哪几个月道 我们就承认你是梅花财 还立刻放在李尘宽走 那你就没意见了吧 哦 阿飞咬紧牙关 咬得差不多出血 白晓生又说了 哎 你真不愧是李尘宽的老友啊 为了他 不惜牺牲自己 但是不知道李尘宽对你又怎样呢 他只要肯为你走出那间屋 就算不错啦 咬 讲到李尘宽 现在他拿着一杯酒在手 在屋角落里 有个瘦瘦瘦瘦 好文弱下的和尚坐在那裡 他虽然五十多六十岁了 只看上去还不是好显得老 看来还有好重的书生气 似个中年就退隐山林的朝廷文官 但是谁会想到 他就是少林指导最精练的森树大师呢 他现在虽然做了李尘宽的人质 但是看神情 又不觉得好生气 不过他显得好沉痛 一直哭声不出 坐在那裡又没有说话 森微大师的遗体呢 还留在蝎床上 不知道是谁帮他 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张白痞丹 隔断了十丈远虹人间的烦恼 李尘宽忽然向森树举一下杯就说了 哈哈想不到少林指居然有这么漂亮的酒 来 你都喝一杯 森树令阿头 李尘宽又说 我在令师兄为体旁边喝酒 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不尊敬啊 森树又冷冷淡淡说呢 酒质最醇 更醇于水 故此祭祖先祭天地那时 都以酒为例 无论在什么地方喝酒 都不会有不敬之处的 李尘宽就啪啪拍了两下手掌 哈哈哈哈 啊 说得好 怪不知一入朝廷 就这么得皇帝喜欢了你 森树大师本来很平静的面相 一听到李尘宽那样说 即使变了面色 好像被人踩到痛楚那样 李尘宽眼光光地看着杯的酒 突然长叹一声 唉 老实说 我这次实在发梦都想不到 救我的 会是你 森树就说了 我没有救你 李尘宽说 十四年前 我器官归隐 说就说是厌倦功名 即如果不是为了你那道谈章 说我身在官府 结交匪内 我或者还落不到那份决心的 深处听到人家这样说 就索性闭上眼 说了 当日弹劾你的胡云企 早就死了 你还提他做什么呢 李尘宽说 没错 一入佛门 就好像两世为人 但我自始至终 未曾埋怨过你 那时候你身为遇事 当然要尽为官之责 咦 李尘宽原来在少林伯伯弟子的重围之下 你进了这间屋子 是深处大师救他的 那究竟他们两个渊源是怎样的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